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都已经买两盒了 我待会再买一盒口罩 吃起来的口感 它很好吃 口感就比较不一样 它有自己特殊的原花的口味 这个义麦饼干其实是我们其中一个方案叫做少年展历方案所制作的 少年展历这个方案就是我们这一届是用烘焙当作是媒材 然后辅着所谓地方创生 所以我们的课程就是会有很多去地方创生店家去见识 然后去跟他们合作去学习课程 然后之后回来之后透过这些所学到的东西再来做烘焙 那像我们之前有做过像回培的蛋糕啊 然后像这次包含做这种法式沙布列的饼干 都是这些课程里面所规划的 然后我们也规划之后呢 让少年们去学习3D列印的课程 然后之后可以透过3D列印去制作自己的模具 然后压出属于有金门在地创生特色的饼干这样子 家福中心协助受辅助学生不遗余力 推出少年展力方案 每个月邀请不同的老师指导 家福青少年在过程中适性学习 除了制作饼干蛋糕可以义卖贩售 同时培养兴趣尝试各种可能 就是我们每个月都一定会定期上课 然后请外界的讲师来教学制作 那这款饼干是他们比较喜欢 然后他们也比较熟悉所制作的 然后就是透过这次的义卖活动啊 然后将这笔钱之后可能再回到我们自己本身少年展力之内 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区区做制作 那其实门口就有在做贩售了 那贩售的价格呢 就以就是民众们吃到之后可以去感受少年们的那个认真的程度 然后给予他们认为可以的售价这样 家福中心 侯乐行侯各侯尼新春意卖 除了商品有定价之外 手做饼干 由前往购买的民众乐捐 欢迎地区乡亲前往家福中心选购 在寒冷的冬天发挥您炙热的爱心 接下来 好了